奉读经文 马太福音21章12-13节 耶稣进了神的殿 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对他们说 经上记者说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你们都使它成为贼窝了 阿们 接下来是平安唱识班的现实和尼西管弦乐团的演奏 由植物代行李守正牧师 以父神所喜悦的圣殿为主题 见证新年第三个祷告题目 感谢尹全能弟兄 献上特送 曾经获得万民在美记大奖 而且也学习乐器 下面是介绍讲台献花 献花者是金润基职士韩英熙劝石夫妇 1998年 当我还是青年的时候登陆到万民祭坛 后来组建幸福美满的家庭 我做了立位族在车辆局工作 妻子担当地区长的使命 女儿健康成长 找了一份好工作 将感谢何荣耀归于赐福与祝福的神 感谢父神一直以来使我作为车辆部部长 担当好使命 至今为止不断地赐福于我们 将来也必赐予更大的祝福的神 我们全家人怀着感恩的心 向父神献上讲台献花 感谢一直以来用圣洁福音和爱 引导我们的牧者 院长 植物带行 以及主仆人 因有你们 我们才能平信坚定不移的前进 父神感谢您 我爱您 亲爱的各位圣徒 旧约时代 人们通过献祭得见神 敬拜神 焚烧精心诚意准备的礼物 及牲畜的时候 神悦纳其心香之气 神悦纳的是焚烧牲畜的气味吗 不是 神悦纳的是献祭之人的心和诚意 然而马拉基书中却记载 神不喜悦共物 如果献祭不是出于敬畏神 爱神 诚心诚意的献上 而是应付了事或无意义的共物 神不会喜悦 马拉基书一章八节 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 这不为恶吗 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 这不为恶吗 你献给你的神掌 祂祈喜悦你 岂能看你的情面吗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没有信心 没有诚意和爱所限的祭物 不论是奉献金 连礼拜还有赞美也都包括 这样的祭物神不会悦纳 反而说这是恶的 大家送别人礼物的时候 也都会诚心诚意献上 思考他会喜欢什么 然后购买礼物向他献上 不论价值是多少 诚心诚意献的礼物都会感动对方 正像马拉基书上说的一样 如果像献给这样 有缺陷的礼物 即使献给你的神掌 他也不会喜悦你 十诫 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 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收获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不喜悦你们 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募 经文上甚至说 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 由此可见 神是多么不悦拿这样的礼物 神命我们献供物 是因为有所缺乏吗 不是的 我们为了罪得赦免 与神和睦 敬拜神 从神蒙福 而献礼物和祭物 然而如果出于勉强 或是应付了事 那么神不会喜悦 我们所献的礼物 祷告 礼拜 尽忠都是如此 出于爱神 可目听道而现的礼拜 因信 应允我们的慈爱的神 以喜乐 献上的祷告 诚心诚意 献上的礼物和尽忠 像这样 凭信和爱 所献的心香 神才会悦纳 并以应允和祝福报偿 现在 因为新冠疫情 我们不能聚在一起礼拜和祷告 但是各位所在的各处就是圣殿 我们就是献于父神的祭物 所以我们要洁净身心 洁净忠心 以心灵语诚实 做礼拜 唱诗祷告 那时 神才会尽心悦纳 我们的心香 如果出于勉强 或因困倦 毫无诚意地做礼拜 神不会喜悦 2022年新的一年 希望各位献上父神 向父神献上 心香的礼拜 从而尽情得享 神所预备的应允和祝福 亲爱的各位圣徒 今天的主题经文中 耶稣成就圣功的 当时人们敬畏神 为了守逾越节 来到耶路撒冷 而受到耶稣的责备 虽然是为了遵守向神 献祭的命令而来 但是他们的心思和行为 不合神的心意 就是耶稣责备 即使带来了 限为祭物之前 如果被发现有残疾 那么无法限为祭物 本堂也是 从首尔的 首尔周围附近 还有从经济到也有一些圣徒 远道而来 到本堂做礼拜 有时候可能要花费 两个多小时 但是因为可慕神的殿 所以来到本堂做礼拜 如果像旧约时代那样 为了献祭 假如说带着牲畜 山羊绵羊 花两个小时 来到本堂的话 那这么多么麻烦呢 况且当时又没有车辆 大多百姓都是走过来的 所以为了来到耶路撒冷献祭 他们从遥远的地方 带牲畜过来 并非容易的事 所以来到耶路撒冷 在周边直接买牲畜 献祭则更为方便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背景 而且带来的祭物 也要毫无指摘 不能有残疾 所以说 莫不如直接在耶路撒冷 买无残疾的牲畜 献为祭物 另外 用来交圣殿税的钱 并不是日常所用的银钱 因此需要兑换圣殿 圣所里可用的银钱 所以需要兑换银钱 而且兑换的时候 还要交手续费 耶路撒冷成类 形成了买卖 用作祭物的牲畜 和兑换银钱的市场 这里所说的 就像以前古代朝鲜 有城 有的人就会住在城的周边 就是说 不是说在这个圣殿里面 而是在圣殿的周围 已经形成了 买卖 牲畜 和兑换银钱的市场 然而这些做买卖的人 为了图方便 不但在圣殿周围 他们将这样的市场 已经就是说 演变到圣殿里面 他们的目的不是出于 给现界的百姓提供便利 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当然买卖的地点 不是在圣所和制圣所里面 而是在圣殿的院子里 圣殿不仅有做礼拜的地方 还有其他附属的设施 但这一切都叫为圣殿 他们就是在圣殿的院子里 做买卖 但这也属于是圣殿 向神献礼拜的圣殿的院子 变成追求私欲之人 做买卖的场所 见此情景 耶稣震怒 用绳子做成鞭子 将牛羊赶出圣殿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命令卖鸽子之人带着的东西 离开圣殿 并且命令 不要将神的殿变成贼窝 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七节 耶稣又教训他们说 经常不是记者说 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 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耶稣是极其温柔的人 从不与人争敬 也不炫耀自己 即使是如同压伤的芦苇 将残的灯火一样的人 他也连续他们忍耐到底 等待他们更新变化 甚至被定于十字架上的时候 反而为定他的人祷告 尽管如此 当耶稣看到神的殿 被人毁坏的时候 没有放任不管 爱神之人看到有人干犯神 不会坐视不理 摩西上西奈山领受十戒 下山之后看到百姓制作偶像 并且唱歌跳舞的时候大发震怒 他震怒至极将手里的十戒 这是神制作的 这是神制作的 刻着十戒的石板 将这石板扔到山下 这是因为摩西发自内心 敬畏神爱神 以色列百姓目睹并体验了神 大尔经人的全能 可是当他们暂时看不到摩西的时候 竟制作了偶像 拜他无视神 所以摩西怎能不发怒呢 耶稣和摩西不是发血气 这是一份填膺 什么是真正的温柔和善 如果各位遭受别人的辱骂或殴打 以温柔的心忍耐 这是善 可是看到有人辱骂或殴打自己的父母 大家仍然会装作没看见吗 这既不是温柔也不是善 何况 如果看到有人对圣洁的创造主神 做出轻慢无理的事 不可能放任不管 像这样 看到耶稣震怒的记录 希望各位领悟 我们应当以怎样的心对待圣殿 如果大家遮掩神的荣耀 定罪目者的时候 大家是真的一份填膺 还是因自己心里的血气呢 有的人说 我因为爱教会爱慕者 所以一份填膺 如果对方是随意发脾气 给他讲解他也不听的话 那么我们不需要因他 而心情烦躁或生气 如果我们真的是处于爱神 爱慕者而一份填膺的话 应该对于这样的人 即使对他们发怒之后 但是不能从心里去厌恶这个人 而是还是要以连续的 先为他祷告 劝勉他们 还要警察他是否 因为没有信心 不能领受这样的话 即便我们说的是对的 如果对方不能领受的话 我们也没必要对他解释 因为对方不听 反而继续发恶 那对这样的人 我们不需要再过多地进行 劝说 所以遇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警察自己 是因为一份填膺 还是因为自己的心里的 一些情绪而发出来的 如果因为劝勉是 与对方之间的关系 反而越来越恶化 那其实还不如不说 如果对方继续发恶 那我们没必要当下 跟他继续说 等过后他平静下来 我们再劝勉他 为了守护神的国 为了守住教会 当我们真正需要 一份填膺的时候 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分辨 不要遇到任何情况 都要说是出于爱神 耶稣的行为 是真正因为出于爱神 为了守神的殿 为了守神的国 而行 并且这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 应该怎样对待神的圣殿 现在我们不能聚在圣殿里聚会 不过正如前面所说 我们自己就是圣殿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指十七节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殿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就是各位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 所以我们的言行和心思意念都要圣洁 并且行在真理当中 使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喜乐 像这样 当每一位圣徒使内心的圣殿 洁净的时候 我们的盼望 大圣殿也会迅速成就 另外过前程的相生活 洁净我们里面的圣殿 为了成就神所喜悦的圣殿 我们还要查看一点 就是我们的嘴唇 我们在相生活中 用嘴唱诗 祷告 敬拜神 而且在教会里 圣徒之间用言语分享交流 做见证 即使不在圣殿里面 借着各种通讯方式 或私下见面 彼此分享神的恩典 但是 如果圣徒们的嘴唇不圣洁 这种见面聚会 教会都不会得神的喜悦 礼拜唱诗的时候 是圣洁的嘴唇 礼拜结束后 则变成成装非真理的嘴唇 那么神不会悦纳 这样的人所限的祷告和礼拜 以前有一位圣徒说 他之前在其他教会过 像生活 不是这种正规 不是这种 主日礼拜 不是这种大礼拜 而是像区域礼拜 这种个别的礼拜 他做完这种礼拜之后 喝了酒 有的人说 喝酒 但是没有到醉酒的程度 而是简单喝了一点 少喝了一点 不论是少数人的聚会也好 就是做完礼拜之后 然后大家聚在一起 议论纷纷窃窃窃私语 那么之前所限的礼拜 神会悦纳吗 不会这样 神不会悦纳这样的礼拜 所以不单是我们所限的 像周五礼拜 主持礼拜这样 哪怕即便是那种 少数人聚集的 小型的礼拜 做完那些礼拜之后 也不能 说一些 议论别人 切切私语这样的话 我们要省察一下 这样的礼拜结束之后 如果我们议论纷纷 神怎么会悦纳 我们的心香呢 有时候因为我们所说的话 机关 区域 可能我们说的每句话 也会给别人造成影响 所以为了成为父神所喜悦的殿 我们一定要守自己的嘴唇 雅各书三章八至十二节 唯独舌头 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送赞 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 形象被造的人 送赞和咒诅从一个人 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全员从一个眼里 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 无花果树能生橄榄 能生橄榄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即使做很多祷告 传扬神的道 可如果口里发出 神所不喜悦的话 则不能 得蒙幽语和祝福 所以我们一定要 成就神所喜悦的嘴唇 从而迅速成就 我们祷告所求的 美丽的圣殿 从两个方面 详细查考一下 我们的嘴唇 除了是甜水还是苦水 首先 查考一下 我们口中的言语 是助于蒙允 还是卒爱蒙允 就像主人牧师的名言 只要显出信心 凡事所求神都会应允 我说这是主人牧师的名言 这都是主人牧师在生活当中所领悟的 在向生活中得到的答案 我们也要抓住这样的话 与过向生活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熬练 借着平信的告白都能得胜有余 不过团队当中 如果有人说出否定 抱怨不平的话 同工之人的士气也会被打消 陷入 担心忧虑之中 最重要的是 这也会成为 卒爱神的应允和帮助的因素 对此 通过窥探迦南地的 十个探子的例子 即可知道 大家都知道 不能成为像十个探子那样的人 因为十个探子抱怨 所以被神厌恶 耶稣指示门徒 自己将要背负十字架的时候 彼得出于熟肉的情感 说出主啊万不可如此 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彼得的话 看似是为耶稣着想 但实际上是出于肉体的意念 因此 耶稣随即用言语击退 手动的意念都是由撒旦做工 彼得的话看似为耶稣着想 但虽然是因为 受撒旦做工 而说出的话 如果耶稣接受了这样的话 那一定会同样 受耶稣的做工 因此这种出于熟肉的情感 而非信心 或出于现实 说出否定的话 会使听到的人也脱离信心和真理 耶稣作为神子 不可能被这些话 所动摇 如果说这些熟肉的否定的话 一定会阻碍神的做工 生活当中我们也要省察自己 是否说出这些否定 担心忧虑的话 反而使周围的人陷入担心忧虑呢 这样会致使周围的人 脱离信心和真理 有的人传别人的话 其实不论对方说什么 如果他说的话 跟自己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 一定不会传这样的话 他之所以传这样的话 是因为那人说的话 正好符合自己的意念 传别人的话 其实是因为自己的意念 跟那人一样 但却狡辩说 是那个人说的 不是我说的 不需要找借口解释是他人说的 其实这都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如果是工人主仆 有这样的表现 则说明没有信心 需要能够发现自己这样的问题 彻底认罪悔改 这就是说否定的话 没有信心的表现 这也会阻碍神的做工 不能领受应允 反而是阻碍神应允 如果祈求神应允 却口中说这些抱怨不平 担心忧虑的话 那怎么会得蒙应允呢 人很容易忘记自己所说的话 如果我们轻易忘记口中的话 怎么能蒙应允呢 我们如果说出这些否定的话 一定要先悔改 如果记不起来 怎么做悔改呢 我们祷告的时候 当求圣灵帮助使我们想起 是否说了不适当的话 不要说只不过是一句话而已 天使会一一记录 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才能删除我们所说的 那些否定的话 才能被删除 否则它会一直存在 如果因为长期积累 导致最终阻碍神的做工 尤其是作为宫人主仆人 那怎能会成为神的喜悦呢 希望大家刑查一下 自己在与区圣徒机关会员 宫人们对话的时候 是否因为在意神 平信说出神所喜悦的内容 如果是出于意念或现实 随意论断 抱怨 争辩是非 那么神不会喜悦 因此也会导致对方信心退步 信仰失去充满 这也会建立与神之间的最强 另外有的人遇到不符合自己意念的事 不会止于自己不舒服 还会向其他人倾诉自己的意念 拉拢别人 不但自己不舒服 然后说了一些话 还让对方会 就是拉拢别人和自己 站在自己这一边 这也是会使对方失去充满 建立与神之间的最强 这样一来有可能诽谤神的事工 因而打破和睦 不能得到神的应约和祝福 所以口中的言语阻碍神的应允 倘若大家有这样的样子 希望迅速离弃 从此造就 指出信心的告白 善和真理的口 成为神的喜悦 遇到不能理解的时候 自己信心不足的情况 一定要谨慎发言 而且通过祷告得到圣灵的帮助 这并不是说圣徒们不可以向 牧养自己的主播人 提出有关教会生活的问题 如果有疑问 提出来自然是好 不过如果因为答案 不合自己的意念和信心 而发出抱怨论断 则说明提出问题 并非出于善意 即使不符合自己的意念 荣然默默祷告时 圣灵一定会使我们领悟 借此机会 我们的信仰一定会成长 造就为大信心和大善 因此我们一定要改造 发出否定抱怨 争辩是非的嘴唇 变化为说出信心的告白 真理的嘴唇 第二点 需要查考我们口中的言语 是救人还是害人 雅各书三章八节 唯独舌头 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如果自己口中的言语成了害死人的毒气 这是多么大的罪呀 用那嘴唇 用那嘴唇祈求什么 能得盲英语吗 那么哪些话能成为害死人的毒气呢 没有亲眼所见 听信别人的传言就论断定罪 不知道对方全部的心思意念 却轻易定罪对方 传别人的缺点诽谤 议论纷纷 因此给别人造成伤害 自己却浑然不知 换作自己遭受别人的诽谤时 感到痛苦无法忍受 去与那人争论是非 甚至结仇 证换别人议论自己 自己却诽谤别人 据新闻报道 世人或义人因经受不住网络暴力 而选择自杀 像这样 人的话有时也可能成为害死人的毒气 如果圣徒之间也发生类似的情况 这怎么行呢 绝对不可以 圣经上说 不要议论别人 不能诽谤别人 但是很多人不顾神的话语 随意论端定罪诽谤他人 然后说 我做礼拜了 尽忠了 也现奉献金了 为什么我不能得蒙应允呢 我们要明白 我们既说 发出甜水和苦水 那不可能得蒙神的应允 就是我们的 用一张嘴既说坏话又说 我尽忠做礼拜 那么 神是不会应允我们的 如果我们口中诽谤他人 这就是属于情欲的事 神不会喜悦 我们要检查自己 自己口中是否有害死人的毒气 因着毒气 毒气能害死人 也会使人 受很大的伤害 久而久之 也会演变成大病 所以我们的口中的言语 也有可能成为像毒气这样 害死人的根源 所以我们不要议论别人 不要论断 要说善言善语 久节我们用舌头 送在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咒诅 那照着身形象被造的人 大家是否思考过自己咒诅别人呢 父母教育年纪上小的子女时 会说 你再和弟弟妹妹打架 就会下地狱 有时候就会用这种话吓孩子 虽然是为了让孩子们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说出的话 但是怎么能随意说出 下地狱这样的话呢 再说和弟弟妹妹打架 也不会下地狱 这是父母利用神的话 恐吓孩子顺从自己 这是其他的错 父母当然不是说 你去地狱吧 但是要知道这样的话 可能会给孩子的下生活 造成很大的不好的影响 另外 在没有成就福音化的家庭里 妻子给丈夫讲全能 丈夫不领受的时候 妻子就说咒诅 不出席教会的丈夫说 你自己好好信 将来去天国吧 妻子很生气 于是说道 你随便吧 以后下地狱我也不管 这虽然不是故意而为 但确实是咒诅 费尽心力为家庭福音化祷告 结果用集聚咒诅 将永远消除 有的人是因为 当时非常生气 一起用事所说的话 但其实这也是咒诅 有的人其实 没有这样说出来 只是在自言自语 说这些咒诅的话 其实这也是不好的 另外对别人进行 诋毁诽谤 久而久之 不自觉地说出 那人完全没有信心 因而遇到困难 就这样审判他人 圣经上记载 审判 是神的主权 唯有神才能审判人 如果我们审判他人 就是犯了大罪 因此我们的嘴唇 不能说出 神所厌恶的非真理 我们的嘴唇 一定要装满善和爱 说出 救人之言 应当私善 言善 关于他人 如果不是好事 应当不传 不听 如果是满有恩典的事 则要努力传扬称赞 大家所听到的话语 首先应该要检查一下 是否是好的 善的 世上有很多新闻 但都不是好的 也都是真的 以前我们以为 新闻都是事实 但是后来我们 经历之后才发现 新闻不一定都是事实 我们自己口中说出的话 也有很多不是事实 不是善的 何况是听别人的 听别人说的 听别人说的话呢 我们不要思想这些不好的 我们所要思想的 都是应该归荣耀于神 想的都是要真理 有一些消息 或一些信息 很多都是不对的 也不是事实 在教会里也是如此 有一些信息 不是对的 但是其实如果要想 一个一个去纠正的话 也并非意识 所以我们一定要 对于所听到的话 一定要认真 先要检查一下 也要谨言慎行 小心口中的话 也要请查一下 我们自己喜欢说什么 如果不想要听到 别人的话 不想听那些议论纷纷的内容 那有时候我们有必要 要对别人表态 说不要对我说这些话了 想要成为真理之人 我们需要付出这样的努力 我们口中的言语 有时能够有时能够使神应语我们 但我们口中的话 可能也会阻碍神的应允 我们所做的祷告 如果都能蒙神的应允 多好 可是如果我们口中 论断定罪 恨人 议论纷纷 那不可能得蒙神的应允 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成为神所喜悦的嘴唇 要竭力寻找神所喜悦的事 做见证 归荣耀与神 我们不要成为害死人的嘴唇 要成为救人的嘴唇 与世人之间也是如此 如果珍惜对方 然后说一些善言善语 说一些礼貌 表达谢意 或者做错事情的时候 表达抱歉 那也可以与世人相处得很好 然后看着情况给别人传道 当我们说这些善言 说真理的时候 才能更得别人的喜悦 像这样 当我们持守自己的嘴唇 用善和爱填充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也会变得洁净善美 神悦纳这样的圣徒所限的赞美 礼拜 祷告的心香之气 而且祈求也会迅速蒙运 2022年新的一年 愿意所有圣徒的嘴唇都成为圣洁善美 使父神倾听我们的声音 因此希望这一年 能建造将要进入的美丽的新圣殿 为此祝福大家 一定要献上平行的祷告和告白 今天是新年祷告 新年第三个祷告题目 在最后满意的末时 为什么需要全能做工 有的人问 我们应该为主人牧师怎样做祷告呢 在创造的全能百分之百 完全成就彰显的时候 我们要为此做祷告 不论是书籍还是GCN电视 还是其他传媒 希望通过这些方式 能够传圣节福音彰显 全能做工 而且还希望各位能够感受一下 我们个人为什么要 我们个人身上要怎么样去体验 在创造的全能 属肉的人 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虽然改变了 但是后来还是又回到 原来属肉的人 信仰生活状态 唯有靠全能的做工 才能更改我们的心智 所以为了 如果要成就这样的全能做工 一定要百分之百 完成再创造的全能 当大家能够感受 并领悟的时候 才能更加为主人牧师 是为再创造的全能做祷告 2022年 第四个祷告题目 做祷告的时候 是为再创造的全能做祷告 为本祭坛 为全世界所有灵魂 为了拯救他们 要更大的彰显成 再创造的全能 如果没有在创造的全能 我们怎能幸福喜乐地奔跑呢 正道结束之后 一会儿会给大家读一下海外发来的书信 读书信的时候 我也非常猛感动 就是关于全能的做工 希望大家能时常感谢父神 给我们彰显全能做工 希望大家能够平信平爱 做祷告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教会四个祷告题目的内容 然后为此做祷告 亲爱的各位圣徒 序论里说明了 马拉基书上所记载的 关于神不喜悦的祭物 相反 圣经上也记载了 神极其喜悦的番记 就是所罗门 所献的一千番记 列王记上三章三至五节 所罗门爱耶和华 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 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 这时候所罗门还没有建造圣殿 所以在秋坛献祭 所罗门王上几遍去献祭 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 他在那里 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番记 在几遍 夜间梦中 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 你愿我赐你什么 你可以求 神喜悦 所罗门所献的一千番记 所以在梦中显现对他说 你愿我赐你什么 你可以求 这时所罗门求的是什么呢 所罗门向神求治理百姓的智慧 神非常喜悦 猎王记上三章十一至十四节 神对他说 你既然求这事 不为自己求兽 求父 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 但求智慧 可以听诵 我就应于你所求的 赐你聪明智慧 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 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 就是富足中 尊重 使你在世的日子 猎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位 遵行我的道 尽受我的律令 诫命 我必使你长寿 一神喜悦 所以连所罗门没有求的也赐给他 就是许多祝福 我们祈求的 大圣殿 加南圣殿 以及圣殿搬迁的佣运也是如此 金银 天地万物都是神的 只要神永远 哪有不能成的事呢 如果神喜悦我们 用作圣殿 用作圣徒们聚在一起 礼拜唱诗祷告的圣殿 神怎么会不赐予我们呢 关键是圣徒们要爱神至上 顺从神道而活 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 神所喜悦的圣徒们 聚在一起的圣殿 这里面所限的全部祷告和礼拜 才能迅速上达于天上的宝座 现在虽然我们不能聚在一起 但每一位圣徒都是圣殿 因此我们应当迅速成为圣洁的儿女 另外还说明了 我们口中的言语 讨神的喜悦时 才能迅速成就祷告祈求的圣殿 2022年先的一年 希望能成为平信告白蒙允的嘴唇 以善和爱救人的嘴唇 从而我们祷告祈求的全部心愿 都能迅速蒙允 奉主的名祝福 思考所听到的话与一同做祷告 通过影像接受主人牧师为患者做的祷告 有疾病的人请把手放在疼痛之处或软弱之处接受祷告 没有疾病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为心愿平信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赞守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做工在机线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至交会之圣殿 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律门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 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 全本原本的光焚烧病 医治他们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节 全身神经 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 斥责仇敌魔鬼撒旦 以及疾病病菌软弱 都退去光阿进入吧 求父用圣灵的火 将所有绝症 完整和焚烧尽进 击退瘧疾 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病 均不能进入求父保守 求父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 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复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所有炎症 也得到痊愈 也求父使小儿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筋盘 突出症 也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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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闭症 躁愈症 精神衰弱 等一切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麻痹 瘫痪的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行走 跳跃 模糊的视力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 要听得清楚 虾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哑巴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后遗症 得以捷径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 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啊 求做工 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物中毒 也得以捷径 以此的神经细胞复苏 使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胎的 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仇顶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重恶魔都退去 他的重识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 虚幻诡诈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啊 尽住吧 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 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其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是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 从各种事故 夹阳中 得忙保守 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兵天使 煮火炎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 所有神儿女们的 家庭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明哲 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 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 活着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 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 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重要归给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 阿们